现在你拿棉子 如果你想拿其他颜色 拿着水彩笔会质腊软 吉隆坡慈激国际学校幼儿园的小娃 来到吉隆坡手工艺品中心进行校外教学 我不会做抹茶那是我学 这样抹茶比较好玩还是涂颜色比较好玩 抹茶 抹茶的颜色是亮的 真的 为什么要不同颜色 因为没有不同颜色还不像抹茶 通过这个校外教学 孩子们更能用自己的五官来去看看 马来西亚的手工是长什么样子的 它的制造过程 它背后的意义 然后这些可以摸得到 看得到的东西 对孩子们来讲是意义很重要 因为平常在课堂上 就只有坐在那里看 童言童语 忍仁爱 孩子用双手讲陶图塑形 从舞蹈友完成一个手工制作品 促进左右脑的细胞活动 助名启蒙思想家鲁索说 现实的世界是有限度的 而想象的世界是无牙记的 多元化的校外教学 让孩子们通过接触艺术 培养创造力和想象力 生活也有了另一种体验 卖带承认得刘玉丽 吉隆坡报导 到复生的时候 好 好 好 谢谢大家